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还是一个粉底的实测上脸 是Dior 2020年新改版这个花蜜系列的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我看宣传是史上最保湿最养肤的一个粉底液 我就很心动 另外还有Tom Ford的2020年新出的几个色号中一盘 我自己最喜欢的30号的四色眼影盘 还有Tom Ford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产品 就是一个遮瑕膏,主要就是这三件彩妆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底液 我买到了1N,它一共是7个色号,人民币是1000块钱一瓶 我是在英国那个百货Harvey Nichols海淘过来的 宣传说是它跟护肤品一样 就是跟Dior花蜜系列那个护肤品含有玫瑰微囊 所以可以滋养皮肤 已经用过很多次了,不算是一个初印象 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印象 因为第一次上脸我总觉得印象不太准嘛 里面是这样的,还挺漂亮的这个包装 它是带一个这个小刷子的 不过这小刷子我从来没用过 然后它瓶身是这种玻璃瓶 里面是这种按压蹦头的 到官网查了一下 这个是Dior花蜜龟翠系列 全新首款微营养精华粉底 SPF30 PA3个加 里面还有玫瑰养肤精脆和富含黄金的粉色珠光威力 令肌肤活力换量,展放年轻之美 能够改善缺乏营养而导致的干燥皮肤状况 听来的描述就是给那种干肌特别是缺氧分的皮肤设计 比较养肤的一个粉底液 好,那我们就赶紧现在就上脸 挤出一泵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 还是比较浓厚的 今天还是用四颗乳影 希望大家就能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我把它就先点到脸上 带这个刷子有点像Kabuki的那种胖胖的刷子 刷毛还是挺软乎的 我就把它涂到脸上 那一涂这个味道就很香的那个 比较花蜜系列护肤品的那味道是一样的 特别贵妇香的那种 然后你看很容易就把眼展开了 再给额头来一点 脸上就没有任何打底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胭的颜色特别符合我的肤色 它就是没有什么提亮 但是非常符合原本的肤色 你看和脖子这儿没有上粉底液 那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的 然后我会觉得很保湿 稍微一点湿漉漉 稍微一点黏的感觉 好那这边是素颜 这边就上了一层粉底液 大家看一下 遮瑕力我觉得是中度 那我最明显就是眼角有一块斑 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颜色变浅了一点 但是没有完全遮住 毛孔还挺好的 就我脸颊这三角区属于毛孔比较大的 然后现在看就是很平滑 现在皮肤很好的样子 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妆效 不是很厚的粉 然后非常非常保湿 有一定的光泽中度遮瑕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就把这边脸也上上 这儿长了一个大痘 我就特别特别疼 但是还好就是正面是看不太出来 因为它在一个下巴底下 这个是刚才挤出来的 这一坨是新的 你看 其实是有氧化的 大概半个色号的样子 我就用这个 新的上到这边脸吧 好这面也上好了 现在这个光泽可能稍微明显一点 因为这边有打光 好那就是整体是全脸 大概也就是一蹦的亮 我手上还有剩 然后我给大家拉远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粉底脸还是上脸非常服贴自然的 然后光泽是很美的 就看着你脸上是充满水分的 我觉得这个妆效可能更适合干皮 熟灵皮那种缺氧分缺光泽的皮肤 接下来就用这个Tom Ford这个彩妆 然后先用一下它这个遮瑕膏 这样的包装 像一个口红一样 我也没有太仔细关注它是几月份出的新品 就是看网站上有就买了 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拧开的 就真的像那个液体唇釉一样 我这颜色买的是最浅色Alabaster 这边是我有斑点的地方 我给它来一点点 然后眼下 就是我在分别不同的区域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遮瑕膏的效果 你看这个遮瑕膏很容易轻轻的就拍匀了 你看 非常非常薄的一层 我觉得它比我之前就挺喜欢 一直用那Dior的遮瑕膏要薄很多 非常好用诶 一点都不卡 这痘印因为它不是那种膏状 就是很固体的 所以这样一拍其实容易拍开 最好可能用笔点一下会比较好 是不是遮的 蛮好的 而且非常的轻薄 再给这边的板点遮瑕 这颜色我选的好 瞬间提亮眼下 你看 妆效很美 这个遮瑕好用 觉得底妆买这种比较高端的牌子 是你花钱最值的地方吧 我觉得 就看到那个提升和整个那个妆效 对你整个妆容的影响是最大的 好 再拉圆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底妆基本就这样完成了吧 今天就不定妆了 我就简单画眉毛 再给大家试这个眼影 好了我回来了 简单画了一个眉毛 眉毛用的是宇哥这个眉笔03号 就是挺自然的 跟我的发色还挺吻合的 为了精准时间把腮红和胸也画了 腮红用的是MAC的这个warm sole 就是一个裸色橘调的吧 修容用了一点点 在这里是Finty Beauty的这个西红棒 色号是Ember 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眼妆的部分 Tom Ford这个眼影盘新色 已经就出了一段时间了 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最后选了这个三菱这个色号 里面是这样的颜色 然后我先给大家刷一下色 四个颜色 它没有一个是雾面色 基本全是那种珠光的颜色 最浅色就比较接近肤色 最深的那咖啡色 没有盘子里看着那么深 然后比较意外的就是那个红色 其实就很淡很淡的 还挺优雅漂亮的 就没有那么红 之前我看功课的时候 有很多人有疑问 就是30这个新出的色号 和之前的这个26号 Lepro Sun 有什么差别 首先这个盘子里差别 大家看一下 可能确实有点像 特别是那个金色和那个咖啡色 还有那个红红的感觉 但是呢就刷到手上 还是完全不一样 我给大家把这个Lepro Sun 刷到这个旁边 所以外面这四个是Lepro Sun 和刚才这个30号 是不是还是挺大差别的 特别是Lepro Sun 这个红色和这个橘色吧 到眼睛上的感觉 就是红红橘橘的日落盘 而这一盘其实偏青透挂的 还更日常一点 好 现在就把这一盘 给大家上演 我先用这个最浅色 铺满整个眼窝 看一下它提亮 整个眼睛的效果 明亮的 是有很satin的那种光泽在的 像丝段一样 我很喜欢这种颜色 就是很低调 又清透 但是会提亮你的整个眼神 然后再占这个金色 这个金色非常非常美 颜色很通透 它没有很金 像孙悟空那种 bling bling的亮片 非常非常漂亮 它感觉就是随便画画 不太需要什么技术 因为它整盘是比较清透的这种 然后再用这个咖啡色 放在眼尾 眼睛一下就深邃了 而且这个咖啡色没有很深 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好 晕染和掌控的 好 那我这边眼睛 用最浅色的放眼头 用这个红色放眼尾 我把它已经就加深了 叠加了三层 大概是这个浓郁的程度 还是很清透 很日常的红色 如果它像 那TASHA DINONA那种红 就是特别显色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心动了 这个就是 我想要的一种红红的感觉 那现在还是用这个咖啡色 加深眼尾 就是每个眼睛 给大家画这个不同色系 眼头再来一点 这边眼头也再来一点 最后我再加深一下卧蚕 就是用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蘸这个米肤色 把它放到卧蚕的位置 这个浅米肤色做的也非常好看 就是SATIN的那种 有光泽的 画个卧蚕啊 提亮个眉骨都没有问题 然后加提亮这个眼中 简单用这一盘 就是两个色系 有点红调和金调 打造的一个 比较日常清透的眼妆 那我现在就把眼线和睫毛膏 赶紧补全 好 现在就是眼线睫毛膏补齐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眼影盘最后的效果 这边的眼睛是用那个红色 为主题色画的眼尾 然后这边眼睛是金色的 那远处看呢就是这样 看上去是很高级 很日常的 但是又很气质 通过这种清透颜色叠加 让眼睛放大的效果 预计是我以后 TOM4里面最常用的一个眼影盘 而且画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 不需要太多技巧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盘 也很推荐 这个买得非常非常成功 然后口红啊 我用的是那个Chanel的Coco Flash 70号 但我是薄涂的 因为这个厚涂呢 上面是有那种金闪的 水亮水档的水红色 上面有金闪 今天又出了一些新的颜色 我也陆续在购入中 回头再统一给大家刷色 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底妆 最后并没有显得我脸很黄吧 但是这个颜色 对我来说确实是暗了一些 我最好就是应该是零恩 现在上妆大概有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 就它是有很明显的 这个光泽的感觉 虽然是中度遮瑕吧 但配合这个遮瑕膏 遮瑕力完全满足日常的需求 因为我今天没有定妆嘛 就现在你摸这个脸 还是很湿漉漉的那种感觉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用手指按一下 它是会流轻轻的这种手指印的 油性皮肤的话 这罐是不太适合的 就比较适合特别干的那种 缺氧分的这种肌肤 确实能感觉它非常的保湿氧肤辣 那这个粉底液 我已经购入快两个月了 中间也用过很多次 我就最后把这个整体 给大家总结一下 包括持妆度 整体来讲 它是一款适合干皮的粉底液 中性皮当然可以用 那最好就是做好定妆 否则就是它一直是湿漉漉的 就很保湿 倒不至于黏了 但是可能容易移味 做好定妆就没问题 第二它色号一共有七个 我买的是1N 我觉得黄衣版的女生 最好比我买稍微浅一点 但1N也可以用 然后其次它光泽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很水润的那种感觉 尖峡里是中等的 就是比较浅的痘印和斑点 包括毛孔 全部能够遮住 但不属于高尖峡的 最后说一下持妆度了 它在我脸上五个小时之内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到七八个小时的时候 就稍微有一点浮起来 如果在不定妆的情况下 定妆的话能稍微好一点 总体感觉它和胶蓝金钻的持妆力差不太多 七八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T区会出一点油的 我是中性皮肤嘛 它那个光泽还是很美 而且没有就是很难看的浮粉 持妆力上我觉得是过关的 但是绝对不是long wear那种foundation 所以总体来讲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适合干性皮肤 特别是缺氧分那种 那最后一点就是氧化问题 就Dior家的粉底液 如果你用过 都是会氧化 那这罐也同样会氧化 大概上脸之后 我觉得氧化有半个色号吧 大家更应该选 比自己肤色要稍微再浅一个色号的颜色 会比较好 它整体的给我的感觉 就和胶蓝金钻粉底液有点像 就在粉质的那个细腻程度 以及持妆度上 那它光泽就比胶蓝金钻那个要强一些 而且要更加保湿一点 不得不说它这个里面的刷子非常好用 这个刷子配合这个粉底 我感觉比海绵蛋 和我自己的那个刷子要更服贴 好 以上就跟大家上脸一块 画了这个妆 来看一下这个粉底液 看一下Tom Ford这个眼影盘 那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希望给大家购物做个参考吧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